我覺得這三個月最有趣的我覺得就是玩穿越機的部分 真的是 這三個月我覺得最有趣就是玩穿越機的部分 真的是進步非常神速 那我也盡量天天去飛 然後找朋友去飛 但是最討厭的就是在 你墜機然後你需要等配件然後又要等好幾個月 所以現在手邊就只有一些爛掉了一些配件 那飛機真的是還沒來 這三個月